当贾伯斯的iPhone出现时,许多人认为手机产业的眼镜将相似于个人电脑产业,但这是错误的类比,第三级,错的因果模型。 最常见的诊断工具之一是类比,用来与类似的情况建立关联性。 确切使用类比的诀窍是,寻找不止一、二个类似的情况。 了解这些情况的逻辑,解释这逻辑如何映照你目前的处境。 苹果公司的iPhone能成功,类比扮演重要角色,因为糟糕的类比导致主要竞争者往错的方向前进。 苹果公司于2007年推出iPhone时,一些产业专家预测不会成功。 他们认为iPhone将是利基型产品,就如同苹果的麦金塔电脑,而且由于价格竞争激烈,产品将无利可图。 这种看法是基于把智慧型手机事业类比于个人电脑事业。 微软公司执行长史蒂夫·鲍莫说, iPhone不可能取得显著的市场占有率,没机会。 这是一个500美元美元的产品,他们也许能赚很多钱。 但你看看卖出的13亿只手机。 我宁愿其中60%,70%,80%的手机安装我们的软体。 而非像苹果那样,可能只取得2%或3%的市场占有率。 备受关注的科技专栏作家约翰·德沃莱克·詹德沃里克2007年时就怀疑苹果公司能否在手机事业上成功。 这不是一个新兴的市场。 事实上,这市场正处于整病阶段。 大概会有两家公司主导一切。 诺基亚和摩托罗拉、Motorola。 其利润非常微薄,以至于小家厂商无法竞争。 在如此竞争的事业领域,苹果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即使苹果是个人电脑事业领域的先驱, 仍必须和微软竞争,维持5%的市场占有率。 苹果能在电脑市场中存活靠的是不错的利润。 在行动手机市场,那样的利润不会存在超过15分钟。 当时,芬兰商诺基亚是手机市场的龙头。 市场占有率40%,诺基亚的首席策略师安西。 范约基NC Van Jokey不认为iPhone能构成多大威胁。 在诺基亚仍是全球手机市场龙头的2009年时, 他说,手机市场的发展将类似于个人电脑市场。 尽管苹果的麦金塔已开始引人注目, 却仍然是个利基型制造商, 手机市场也将如此。 微软执行长,知名的科技分析师, 最大的手机公司首席策略师, 以及许多人怎么会如此离谱地误解这情况呢? 一言以蔽之, 他们全都使用了相同的类比。 拿智慧型手机市场类比个人电脑市场, 我们可以部分理解鲍莫的观点。 他想要手机产业大量使用微软行动视窗。 Windows Mobile, 他认为行动视窗很合用, 能管理联络人, 打电话, 收发电子邮件, 还能迅速让商务人士在手机上查阅微软Excel试算表, PowerPoint投影片, 编辑Word文件, 摩托罗拉, 宏达电, HTC, 诺基亚, 以及多数手机品牌必定将全数采用行动视窗作业系统。 随着数十亿只手机的销售量, 一只手机收取15美元美元至30美元美元的行动视窗授权费, 微软的前景近乎稳荡无疑。 鲍莫也抱持当时科技业普遍的智慧之鉴。 开放系统, 赢过封闭系统。 这经验法则源自个人电脑商业市。 IBM大致行诉这产业的早年历史。 IBM桌上型电脑不如使用滑鼠和视窗的苹果麦金塔纳班雅制, 但相对便宜且文书处理性能佳。 不计其数的办公室丢弃打字机改用个人电脑处理文书。 IBM个人电脑销售量亦非冲天。 照理说, IBM应该因此转翻天, 但实际不然。 骄傲时, IBM犯下两个根本上的重大错误。 其一, 向比尔·盖兹购买IBM DOS作业系统时, 准许他向其他公司销售微软品牌的相同作业系统MSDOS。 在IBM看来, 这似乎没什么产权价值, 因为又没有其他公司制造相似的硬体。 其二, 在建造个人电脑时, IBM开发且有版权保护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IOS。 核心韧体已过于宽松的城市撰写。 其他人很容易在不侵犯IBM版权的情况下仿效。 这两个错误导致市场上出现大量使用MSDOS作业系统的仿制IBM个人电脑, 而竞争加剧导致利润降低。 IBM董事会主席约翰·艾克斯·John Akers在1986年抱怨个人电脑事业。 他坚持IBM做的是高利润生意。 2014年, IBM把这个亏钱事业卖给联想集团Lenovo。 值得一提的是, 市面上未出现苹果麦金塔仿制品, 为苹果麦金塔开发Excel试算表后, 微软以其对滑鼠和视窗界面的新了解, 开发出了视窗作业系统。 接着, 微软采取第二个聪明的行动, 把文书处理, 试算表, 简报管理, 资料固软体绑在一起成为Windows Office, 碾压World Perfect, 莲花, Lotus, Dbase之类的独立城市。 从此以后, 仿制个人电脑领域近乎所有的获利都被微软和英特尔囊括这些电脑使用英特尔的X86晶片。 这个事业架构成为人尽皆知的Wintel标准。 Wintel标准对全世界有益, 对个人电脑制造商不利。 他们的电脑必须有一片英特尔标准X86晶片, 否则无法跑视窗作业系统。 还要有视窗作业系统能读取的词叠。 键盘, 滑鼠, 显示器等等。 所有的个人电脑内含来自相同供应商的相同基本内部元件。 品牌行销能协助打开市场。 但即使建立了品牌名气, 利润仍然很低。 在Wintel这个晶片与软体的球龙里, 差异化程度很低。 当iPhone出现时, 鲍莫、 德沃莱克、 范约基和许多人认为, 手机产业的眼镜将相似于个人电脑产业。 但是这种类比并不适用。 因为, IBM在设计和保护智慧财产这两大方面犯了错, 才会有人仿制个人电脑。 而个人电脑市场开始爆炸性成长是因为文书处理的商务需求。 反观手机市场, 黑莓机、 Blackberry满足了商务需求。 但爆炸性成长是出于消费者最能上网的智慧型手机的需求。 此外, 苹果公司没有在设计或保护智慧财产方面犯错。 因为错误的类比, 诺基亚和摩托罗拉之类的大公司几乎被扫入历史的垃圾箱里。 微软在行动市场上挥棒落空。 苹果公司非但不是生产一个无力可图的利基型产品, 还在2015年成为世上第一家市值超过一兆美元的公司。